承認造假數的內地咖啡品牌 瑞幸咖啡攝氏高層和員工 正是停職接受調查 瑞幸咖啡發道歉聲明 對涉嫌財務造假造成極惡劣影響 向公眾致以罪誠致道歉 聲明說董事會已經委託特別委員會 以及第三方獨立機構 全面徹查事件 會第一時間披露結果 同時會採取一切必要補救措施 對於涉事者會保留採取法律權利 絕不姑息 公司也會深刻反思 強化內控合規 期間瑞幸咖啡會繼續營業 在美國上市的瑞幸咖啡造假數 涉及營業額22億人民幣